此款在这次测试的众多商品中脱颖而出,且其除了在日本各大商城销售排行蝉联尚未数十年外,耐久性与安全性也堪称完美。 由于材质选用不容易出现裂痕与变质的橡胶,就算使用五到十年也完全不是问题。 加上不但重量轻,柔软不尖锐,好清洗也是一大特点,测试中评比人员便在里头满壶状零食焦鱼血那锐语科基犬,果然对其爱不释手。 若是遇到要将宠物独自留在家中的状况,也能够以同样的方式放心让狗狗游玩,排解寂寞,当然平时更可以急油抛切等游戏来轻松培养感情,还丝毫不用担心玩具产生过大噪音或撞伤家居哦。 虽然外表简单朴素,但因为是以厚实的橡胶制成,使得此玩具球,不管是在耐用性还是安全性上都表现优秀。 且其落地后会高高地弹起,这让参与测试的狗狗们都未知著迷,可见其非常适合用于玩你抛我街等小游戏,进而帮助培养四足与宠物间的默契并增进彼此的感情。 也因为弹力惊人,在公园等宽敞的地方,将会大大派上用场,带领狗狗补足平时的运动量。 再加上玩具本身还会发出声响,更能使狗儿们乐在其中呢。 不单单是个玩具球,这款商品也是个如不倒翁般的点心罐,只要把零食放入其中,便可以让狗狗透过旋转、滚动等方式来将零食取出。 一面活动身体一面也动动脑筋,且其尺寸稍大,查理王小猎犬、雪纳瑞等体型稍大的小型犬,中型犬也能开心游玩,而在实测中贵宾犬等较喜欢动脑的犬重也对其展现极大的兴趣。 此外其耐久性与安全性更获得测试人员的一致好评,拿下了五分满分,相信能长久为零食时光增添乐趣。 与一般对肯咬玩具的印象相反,这款商品相当厚式坚硬,只有红色部分偏柔软且带有培根的香味,此味道成功引起伯洛尼亚犬及点儿狗等测试犬的注意。 与喜爱,即便放着狗狗在一旁自己享受乐趣也完全没有问题。 另外厂商也推出葡萄、草莓等水果香气的选项,甚至还有针对各种体型、年龄调整尺寸与软硬度,难怪能被选为宠物相关科系的教材,获得专业人士信赖这点也可以让四主十足安心。 这款橡胶玩具以香气与高音为卖点,并在所有狗中都获得高人气。 其彩蛋型设计器无打抛接游戏适用,使宠物在享受乐趣的同时也能拥有足够的运动量。 测试中有些狗狗接住玩具后,还开心地抱着不停啃咬,可见对它相当满意。 而也因为许多幼犬都喜欢会发出高音频声响的物品。 如果以其作为第一个礼物送给狗宝贝想必会是不错的启蒙玩具,顺带一提看似危险的睫毛部分其实可以轻松自行拆卸,便能避免务实的发生。 只要放入电池就能自行往前滚动的这款电动球,对于雪纳瑞、贵宾拳等犬众来说,有着致命的吸引力,并能够大大满足其好奇心。 它也可以积极米格鲁的狩猎本能,让狗儿一个劲儿的尽情追逐,且才至上采用较厚的塑胶,因此给大型犬使用也不易损毁。 可惜的是叫不耐摔,若狗狗咬着图中落下可能会有破裂的情况,且部分毛还容易害怕会动的物体或是物实红色涂料。 此商品最大的特色是以真正的鹿角加工而成,不但耐久性出色,玩具本身也带有天然动物的味道。 但在测试中,蝴蝶犬因为咬不动而表现出不安,游玩的性质也降低不少,相反的伯洛尼亚犬,则是想尽办法要将动物气味除去,使玩具染上自身的味道, 结果可说是反应两极。综上所述其相当推荐给喜欢啃咬硬物的犬种,不过需要注意的是,对于大型犬来说,SM两种尺寸过于尖锐,而有被刺伤的风险,建议使用LLL大小较为安全。 这款玩偶可爱的造型相信能吸引毛孩家长的目光,且其布料与缝纫上非常扎实,不会轻易破损而使里头的笛子露出造成危险。 但由于整体高度达25厘米,参与测试的薄眉犬由于尺寸过大而无法乐在其中,若家中毛小还是属性格慎重,容易害怕紧张的小型犬,便较不建议选用。 此外如果给拥有较大咬合力的大型犬玩耍,也有可能会缩短玩具的使用期限,整体来说最适合中型犬使用。 本次测试中此款玩具在吸引力上获得高评价,经过一开始的抛接诱导后,蝴蝶犬与喜乐地牧羊犬就对它产生极强烈的兴趣,且长时间不断地啃鸟而乐此不疲。 只不过虽然吸引力优秀,但本身以木头与锯饼锡制成,耐用性与安全性两方面皆稍嫌不足。 不但肯咬数分钟后有开始有损毁的迹象,且因材料中包含化学物质,只要稍微吞食都有可能带来危险,玩耍时四主应尽可能在旁守护。 此产品原料未经过严选的木头,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物,因而可说是十分安全。 其并受到科基与蝴蝶犬等品种的喜爱,为受欢迎的情况,无法长久维持,往往几分钟后就失去兴趣。 而在游戏中其也容易毁损且细小的木屑易被宠物吞下肚,虽然厂商表示木屑会随着排泄系统排出体外,不过让狗儿把并非食物的东西吞下肚,无论大小都会造成四主担忧。 另外,玩具本身有一定重量,若是在家中投掷,容易造成地板或家具的损伤,这点也必须多加注意。 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?给我们留言吧! 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。 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